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嘿嘿 紅紅 嘿嘿嘿 世界真是精彩 嘿嘿 紅紅 嘿嘿嘿 玩得真正還 最幼稚的競子旅遊節目 某某小玩家 本集由多彩多役的奶油哥哥 搭上活潑可愛的藍莓姐姐 帶著小明星凱凱 キキ 要前往東部厚花蓮囉 度假旅遊的風 吹到花蓮囉 打工換食宿 包吃包住 新鮮有趣又好玩 你也想一起來體驗看看嗎 趕快跟著某某小玩家 一起到花蓮嘗鮮去吧 某某小玩家 今天我們要去花蓮 YA 你看那個… 你看 那邊好漂亮喔 天氣超好的 對啊 有山耶 這邊… 對… 好興奮喔 對啊 在那邊… 好多鳥喔 而且風景好好喔 對啊 好漂亮喔 到花蓮了… 快送 到花蓮了… 沒錯 我們夢寐以求的後花園 終於到了 YA 而且凱凱 キキ 你們知道嗎 我們出國旅遊打工的風潮 已經吹到花蓮囉 我們也可以嗎 當然囉 哇 聽起來好棒喔 奶油哥哥 那有哪些工作可以體驗呢 民以食為天 所以我們先從復初來吃美食 來試試看囉 好耶 出發 出發 現在我們要當場講麵包師傅啦 來 我們請到我們麵包師傅 師傅好 大家好 小朋友好 大朋友好 那老師 我們現在呢 你要怎麼樣教我們來做出美味的麵包 當然是要從你用手工啊 然後用你很好的心情去揉這個麵包 要好的心情 揉出來的麵包 吃起來才會笑 藍眉姐姐現在捲起衣袖 要來大展身手做麵包囉 對 沒錯 好 現在我開始介紹 我們第一個動作 我們先弄個火三八八的動 要像手掌的寬度 好 現在我們就要加糖跟酵母粉 然後水是75CC 加半杯進去 好 我就把它和起來 好 把它和起來 好可能喔 就開始這樣和麵糰囉 你看 打太極 對 對 老師 我有個問題 好 沒問題 看麵糰要揉成怎樣 才算是OK的 古寶春講的三光嗎 這個做麵要光 麵粉也要光 手也要光 乾乾淨淨的 不能手上黏一大堆 對 就慢慢地揉 就在這個動作 就一直揉揉 一直揉 就把它攪拌均勻 對 就是這樣子 什麼都可以浪費 對 像我們平常在這邊 除了做這個手工的 搖跑麵包之外 還可以做哪些東西 我們可以做 還有手 對 搖跑披薩 都可以做 實在是太有趣了 想吃什麼就做什麼 考驗你的手藝 也考驗你的創意 在大火用力地捏 揉 敲 錘之下 可愛的手工麵包 就一一成型囉 第一個完成了 麻花捲 就像編辯子一樣喔 你們看看 藍莓姐姐是變得很漂亮啊 我的章魚已經做好了 好厲害喔 送進口箱 趕快… 來囉 來囉 來 老師 自己放進去就對了 對 放進去就好 謝謝老師 老師 那請問一下 我們要逃多久 才可以 我們要逃多久 五分鐘就出爐了 五分鐘 五分鐘就來享受美食了 太開心了 好好了 現在不要再聞了 吃了吧 看看 好扎實喔 你看 這就是師傅說的 我們在按摩麵糰的時候 一定要按到都沒有空隙喔 這樣吃起來才扎實好吃 好吃 Mikki 我要吃妳的魚 我要試試看 這個酒給我吃 我覺得妳這個好好吃喔 好好吃妳的 今天當小小麵包師傅的感覺 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在戳火山洞的時候 很好玩 而且吃自己做的麵包 感覺真的非常不一樣喔 扎開來 好扎實喔 我的魚的麵包 它甜甜的 對啊 妳們哥… 我們的食物有多香 香到我們的鴨子鴿子都過來了 真的 太好吃了 對啊 妳看 這麼好的環境 何必要出國呢 來花蓮這邊就對了 快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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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這麼近距離的餵鴿子 他們一點也不怕人 聽說有時鴿子 還會飛到你的手上跟你鬥著玩 沒想到在花蓮有這麼棒的地方 不但可以體驗打工度假的樂趣 還有各式各樣的房型 可以讓你挑選住宿 有古典 有浪漫 還有各種異國風 簡直太享受了 讓我們這些城市來得香巴佬 興奮到都不想回家了呢 你看 這邊 很漂亮耶 開開去 哪有哥哥來討討你們 你們知不知道 既然都來到花蓮了 我們絕對不能錯過什麼東西呢 好吃的美食 還有很快的風景 通通都對 但是... 來到花蓮 有一樣最豐富的資源 是你們千萬不能錯過的喔 那是什麼 就是我們大自然豐富的資源 那我們要從哪裡開始認識呢 從那裡 有耶 船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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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坐船長 嗨 好 來 大家來看一下我們前面 我們前面有一種鴨子 叫做綠圖鴨 有沒有看到 那個綠色的頭那個 對 我們的綠圖鴨 特別是因為它是冬候鴨 會隨著季節走 那它真的是 我們在我們的西伯利亞 或者是阿拉伯非常的常見 很多人會把它 誤認為鴛鴦 其實不是 像我們這邊鴨子都沒有拿來殺 一天你看 早 中 晚 下午茶 點心 都有得吃耶 早上有得吃有沒有 對 那又不會被殺掉 所以他們非常的幸福 我都想當鴨子了 船長 你真的 沒想到這裡還有一塊 這麼豐富的人工濕地 讓遊客可以搭乘竹筏 航行水道 邊欣賞風景 邊享受餵鴨的樂趣 既來之當然不能錯過 體驗滑乘的樂趣 不過船長說 晚上還有更好玩的 哇 越夜越精采喔 好 來 音樂 快點 快點 1 2 3 OK 1 1 來 音樂 快點 快點 歡迎 胡阿聯 嗨 這裡好 對啊 我們先來深呼一口氣 好 吸氣 吐氣 有沒有覺得空氣很清新啊 有 太舒服了 而且這裡有山有水 又有好多花好漂亮喔 這裡是哪裡啊 這裡是鳳林的私房景點喔 難怪這裡這麼漂亮 像室外桃園一樣 好幽靜喔 對啊 我們再繼續逛一逛好不好 好 那邊有牆根漂亮耶 好 走… 我們趕快過去 這裡好多魚喔 你看那裡有小蝌蚪喔 對 那裡有隻小蝌蚪 好多喔 有… 好可愛喔 這個坐了在鳳林的室外桃園 可是大有來頭的喔 不但打造了健康有氧的綠世界 讓你連呼吸都覺得是件享受 聽說就連喝的水也和外面不一樣喔 乾杯… 好喝喔 好喝喔 水喝起來甜甜的 對啊 好好喝喔 水裡面怎麼會有黑黑的東西 這水可以喝嗎 這裡面其實擺的是竹炭喔 竹炭它可以淨化水質 所以我們剛才喝的水茶會甜甜的喔 那為什麼竹炭可以淨化水質 竹炭它的剖面 有非常多的氣孔 加上它非常多的纖維質呢 所以它可以吸附很多 在水裡面的雜質跟髒東西 讓它分解出來的水呢 就非常的甘甜純淨囉 你聽聽看什麼聲音 聽聽看… 找找看 在哪裡 誰在那裡 誰在那裡 在那裡 貝果… 我們一看飛狗 好吃的飛狗 第二磐頭 來… 嘿嘿吼吼 嘿嘿吼 世界真是精彩 嘿嘿吼吼 嘿嘿吼 世界真可愛 嘿嘿吼吼 嘿嘿吼 世界真是精彩 嘿嘿吼吼 嘿嘿吼 玩得真正嗨 如果我們想了解竹炭 更進一步很多好的功能的話呢 我們就要請我們的竹炭達人出場囉 我們一起來歡迎劉長長 歡迎劉長長 劉校長 劉校長好 小朋友好 大家好 校長 趕快跟我們說 竹炭還有什麼更多的優點呢 竹炭有很多很多的優點 這個就是我們要燒炭的竹片 我們用的是夢中竹 我們背面一個窯 就是我們燒炭的窯 叫做機械窯 機械窯 那麼我們的竹炭 竹片就要放在窯裡面 大概放120公斤 進去燒 五天以後打開來 就變這麼小 剩下11公斤 後面的窯我們看不到 我找到一個小窯 裡面有放竹片 我就裡面也放竹片 竹片放進去要蓋住 並不是說完全把它蓋死 裡面還有留一個小洞 上面還有像這邊喔 這邊還有留一個小洞 它也是一樣有小洞 如果沒有我們一燒到 就會爆炸了 對… 所以它隔著一層 火隔著一層在裡面 所謂我們叫做燜燒 有煙了… 真的 真的 好多煙喔 原來鳳林有名的黑鑽石 指的就是竹炭啊 透過簡單有趣的實驗 讓大朋友小朋友 對竹炭有了初步認識後 大夥最期待的 就是這個過濾的實驗囉 現在這個是麥飯石 對… 這邊是竹炭 你看看這兩邊流出來 過濾以後流出來的水 這是白的 這個還是有椰水 對… 這是還是一般的水 你們看 顏色差好多喔 對啊 差好多喔 蒜石這邊是竹炭粒 看看有什麼差別 你們看看 爆蒜石是點酒一樣的顏色 跟點酒一樣的 可是這個是透明的喔 顏色差超多的有沒有 而且一看就知道他們 你看他們過濾的速度 竹炭粒來PK 你們看 超多 新色度差這麼多 一樣都是點酒液倒下去的喔 對耶 沒錯 而且麥飯石 其實它也有 淨化水質的功能 可是你看看兩個成品 也差太多了吧 對 這早期風行日本的竹炭 現在台灣也開始流行囉 除了應用在生活用品上 還可以做成吃的喔 來喔 哥哥 竹炭好不可思議喔 你看看它可以做成好多的美食喔 對啊 你們看這個黑媽媽的是什麼呢 猜猜看… 這是竹炭的花生耶 好黑喔 你看黑媽媽的 你們敢不敢吃 好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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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多吃一點… 好不好吃喔 好吃喔 好吃喔 多吃一點… 好不好吃 好好吃喔 那我們眼前這是什麼呢 冰淇淋 我們一起享用吧 好好吃喔 好濃郁喔 換你們… 好吃 好好吃喔 而且跟一般的冰淇淋 味道不太一樣耶 不太一樣喔 還有毒打水 你看還有咖啡喔 好香喔 再喝一口 會讓人家有意猶味精的感覺 好… 我們一起來乾杯 乾杯 耶… 原來不起眼的竹炭 可是大家生活的好幫手呢 在這麼多的生活用品裡 小玩家們最愛不釋手的 就是這個肥皂啦 現在玩得再髒 也不用擔心被罵囉 耶… 好乾淨喔 好乾淨喔 聞起來好香… 好香喔 好香的味道 好香喔 好香喔 奶油狗狗 你不是說來到好山好水的花蓮 應該要多接近大自然嗎 可是你看我們怎麼現在在逛街啊 來 妹姐姐 我跟你說 花蓮之所以迷人 就是因為不管你往山上爬 還是街道裡面鑽 都有好去處跟好吃的美食喔 真的嗎… 沒錯 不信你們聽聽看什麼聲音 聽聽看 趕快聽聽看 找找看 看一看… 在哪裡 什麼聲音啊 為什麼在大街上 有敲打鐵的聲音呢 誰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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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可以有貝果爺爺 等等喔 這是貝果 我們第二 走囉 貝果… 美國貝果 好吃的貝果 進來… 進來… 等一下… 等一下… 真的 爺爺 真的好累喔 貝果爺爺好喔 好 爺爺 我想請問一下 你剛才沿路叫賣 是在賣什麼東西啊 貝果… 沒錯 就是貝果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嗎 OK 大家的 這家裡面想說什麼 貝果在這裡 好多貝果 這顏色喔 來 這是我們最標準的 全麥口味 全麥的 再來是 有二十幾種穀物的 雜糧貝果 二十幾種雜糧的貝果 好營養喔 好營養了吧 對 小朋友 愛吃的 巧克力核桃 巧克力核桃 你們最愛的巧克力核桃 感覺好猛火喔 還有 蔓越莓 蔓越莓 酸酸甜甜很滋味 蔓越莓有一個 義士番茄 有義士番茄 一台有義士番茄 一台有義士番茄 好味的 好特別喔 這在別的地方 絕對看不到耶 沒錯 爺爺這都是你自己 親手做的嘛 是 好厲害喔 你們想不想吃 想 想吃先付錢 這熟悉的身影伴隨著清脆的銅鑼聲 在花蓮街上已經敲響了好幾年 每天下午三點 街角傳出熟悉的叫賣聲 就可以看到 大家追著三輪車的畫面 這令大家著迷的美味 到底嚐起來是什麼滋味呢 你們看看 有這麼多口味的貝果 那我們趕快來吃吧 光它的香氣就非常非常的迷人了 很紮實 用料非常紮實又Q 這個奶油乳酪 為什麼吃起來有果香啊 它裡面有一點點檸檬汁 原來如此 爺爺真的太厲害了 好好吃喔 好鬆軟喔 吃起來好香喔 為什麼跟外面的都不一樣啊 非常的新鮮的感覺 我覺得很燙喔 真的好香喔 真的 而且裡面葡萄好多顆喔 你看多汁 爺爺你是為什麼會想出 這麼多種口味呢 為什麼這麼Q又有彈性呢 為什麼這聞起來這麼香呢 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麼好吃呢 你們這麼喜歡喔 那我就帶你們到 我們的秘密基地 貝果實驗室去找答案 YA 歡迎… 歡迎… 哇 這裡就是貝果爺爺的秘密基地喔 沒錯 你們看師傅已經在做貝果了 貝果爺爺有個問題想要問你 其實我們一般在外面吃到的貝果 都是比較硬一點的口感 可是貝果爺爺你的貝果是 又彈牙 又Q 又香 真的 請問這有什麼秘訣嗎 首先這個材料要對 再來的時候攪拌的時候 你要攪拌得足夠 你攪拌時間要對 攪拌均勻 對 然後成型的時候 你看這麼多的手法 捏…再切…切…才出來 這個也很重要 有一個關鍵就是 一定要經過燙過 燙過 對 這個貝果一定要經過燙過 然後再烤過 而且貝果爺爺是有特別在外面 拜師學藝的 所以在這邊吃到的貝果 在外面都吃不到喔 不到五瓶大的貝果實驗室 充滿著竟是貝果香 親手體驗後 才發現要拿捏好功夫 真的一點也不簡單 原來美味的貝果後面 是師傅雙手細心打造 和烘烤出來的喔 在我們吃了這麼多莊口味的 貝果之後呢 小朋友們也不知道喔 其實這些貝果在貝果裡面 都有一個故事喔 從小我就吃喜歡吃這個 中間有個洞的鹹光餅 鹹光餅 所以從肉汁班 小鞋 念書到大鞋 到台北 到各地去 都在找好吃的鹹光餅 對 後來呢 我在有一個地方 碰到一個很像鹹光餅的東西 在台北吃到一個 也是圈圈餅的東西 後來我知道說 那個東西是從西方西部 然後是猶太人的 就是他們的祖傳的一個餅這樣子 對… 那我就把這兩個東西 一直研發研發 改變改變研究研究 做到說你自己最喜歡的 一個口感 然後朋友們吃的也都很喜歡 才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其實啊 每一個人啊 在自己的人生中 都有自己不一樣的故事 像我們今天 遇到了這個貝果爺爺 他把他自己人呢 這一生的故事呢 其實都寫在這個貝果裡面 每個人呢 在吃這個的時候呢 希望呢 心裡面都可以感謝一下 貝果爺爺帶給我們這個 短暫的甜味喔 今天呢 來到了花蓮啊 看到了很多 好山好水的風景喔 那也可以體會到 花蓮其實是一個 充滿故事的地方 更可以深刻的體會到 就更幸福喔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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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感谢观看